大先生好啊 这个我特别愿意跟您站在一起 显着我还多少有点头发 年轻嘛 我有个小问题 这大爷拿着大把胡子试试 这孩子不懂事啊 钢琴 大爷都有保分力气 您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您手中这个乐器 专业名词叫什么 班卓琴 各位听见了吗 叫班卓琴 班卓的琴 班卓琴 据说您90年代就加入了 黄种人乐队 我一直想问一下 什么乐队怎么还要求人种 连啥黑点都不行 当时起的名字 这叫黄种人乐 我们有张照片 来看一下 你看这色就挺黄的 这是90年 那是我们的鼓手毛子 毛子 对 这边的那个小锁 就是我们的吉他手 中间那是我 旁边那是 咱们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吉他手 叫歇斯 大家可能谈剧店可能都知道 在亚洲是比较有名的 最上的一个键盘 叫江景红 这是我们当时90年 这边农眉大眼 满头绣发的是您 对 对 黄种音乐 这个当初 可能有年轻人不太知道 当初马老师跟什么崔剑 黑豹什么 都是一番的 都是那一批的 是吧 一批一块玩 老师在一块玩 听说 著名的歌星杨坤 当初最贫困的时候 就住在您家里是吗 没有 住在我们住在一块 当时杨坤在采访 也说过这事 当时在青塔 青塔的那一个录音房 当时也是 当时都看到 这明星的 舞台上的光滑 没看到他背后吃苦 当时确实很苦 您说的是青塔 我跟杨坤聊天 我说到过来 那会青塔 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 没有没有 那边那楼刚起来 刚起来 全是那种 坑坑哇地 咱们算是邻居 我住过青塔那边 小屋子特别的小 我跟杨坤说 我说咱们是街坊 对对 我们那会儿就是 这边全住的那边 是吧 全住的西边 那会儿也不认识你们 认识你们 我早干了这个 搬桌子 那就我就没活干 又没活干 这么多年来 回头望去 马老师也跟很多 知名艺人合作演出过 我们这边有资料 来看一下 刘晓庆 刘晓庆 那会儿 马老师还像个女孩呢 你来介绍一下 这是何方神兽 这是著名的影后 刘晓庆 岁月不饶人 您这是在庞克庄演出吗 抱着西瓜呢 这是咱们著名的歌手 程芳源 程芳源 被以而吸过挡住的是谁 是我 别怕谁照相水面 这么突然 马老师那个吸过甜吗 那个 很甜 也别说 程芳源 我没看出来 来我们再来一张 这是咱们著名的 向文大师 侯宝林 这个不用介绍了 这是我师爷 老侯先生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乐队 为什么起名叫老皮匠 老皮匠当时怎么起的呢 当时我们的老哥几个 其实都从小在一起 也特别喜欢音乐 老呢 是不是我们最初老 是我们的情义老 皮呢 是皮婶 磕碰碰 这么多年 我们全过来了 匠呢 有瓦匠 泥匠 对不对 木匠 我们呢 拿我们就是一个手艺人 折腿叫 这么起的叫 老皮匠 这么叫 老皮匠 好 谢谢马老师 谢谢 我发现马老师 特别的老实啊 也不爱说话 打刚才那手直动 换同那边 让马老师休息一会儿 我们换一位 有请 龚鸣老师 哦 别好 别好 您还别说 龚鸣老师 我们倒是合作过 倒不是拿这个 给你合作 那是另一种乐器 这个 当时德云社的 圣诞专场演出 那会儿开场的时候 还唱一歌 就是电影三校里边的 片头曲 那会儿就是 咱们一块儿 热闹过一回 龚老师是咱们 老皮疆乐队的 音乐总监 一直从事音乐行业 算过没有 有多少年了 79年开始 哦 79年开始 你哪年生人啊 我是 81年 是吧 是我是 我是那个 1746 我们这位孩子 没吃药就来了 龚鸣老师 是中国电声乐队的 元老级的人物 1987年 还参加过 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合奖婚 其实 那是中国第一支 电声乐队 在舞台上 而且在春晚上演出 而且当时那个节目呢 是 应该是一个猜节目 就是 我们做一段音乐题 猜到底是音乐之窗啊 还是动物世界啊 就这么一段 而且在那一次里边 我记得 飞翔是第一次出现 唱一把火那回 一把火 你就想那冬天里的 一把火 一把火 熊熊火焰 温暖我心火 我心火 我心火 我窩心 别搅和这儿 聊会儿片 不过你们搞乱的吧 我心火 你敢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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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不过